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烦恼缠身 自己中毒就越深 身边再多的福气也会跑掉 在跟谈里说 事亦不沉 海亦不苦 快乐的源泉来自每个人的内心 计较多了 反而迷茫 今天叶安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人生在世 千万别活得太较劲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 因你们而精彩 生活中总是有这样的人 对鸡毛蒜皮的小事较真 对无关痛痒的人较劲 执拗地钻在自己的牛角尖里面 把自己活成了麻花 把日子过成了一地鸡毛 周国平说过 人生的许多痛苦都源于盲目较劲 总是揪住一点事情不放 让自己疲累不堪 还错过了其他绚里多姿的风景 太过得不偿失 人生在世 千万别活得太较劲了 不和小人生气 因为不值得 云云众生 每个人的认知层次 修养内涵 都有很大的差别 郭德纲有句话很形象 浪大了 不知道吹上来什么海鲜 人这一辈子见千样人 说万种话 什么样的小人都会遇到 什么样的烂事都会见到 若是事实都计较 人人都生气 那日子只怕会痛苦不堪 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玉成大树不与草争 将军有剑不斩蝼蚁 听网友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次去郊外旅游的时候 在一座名山的半山腰处 遇到一位僧人在讲佛经 僧人穿着朴素 讲的道理也很朴素 教大家如何保持平和的心态 避免焦虑 路人们听得津津有味 频频点头 突然冒出来一个 染着黄头发的小伙子 大声讥讽僧人 胡说八道 还不是为了骗钱 边说边举起手里的奶茶 指向僧人 奶茶正好打在僧人的身上 脏稀的液体顺着宽大的僧衣 滴滴答答躺下来 僧人却神态自若 继续讲经 甚至没有擦拭一下 仿佛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一个旁观的大妈本以为僧人会勃然大怒 奋起反击 见对方不动声色 很是奇怪 问僧人 大师 难道您不生气吗 僧人笑了 我为什么要生气 那人用脏东西泼泥 还出口不逊 大妈一副打抱不平的样子 大师却不以为意 在他看来 他是羞辱了我 但在我看来 他是羞辱了自己 俗话说 常与同好争高下 不与傻瓜论短长 吵一架 并不能解决问题 闹一通 对方也不会提升认知 浪费了自己的时间 破坏了自己的心情 还让自己也成为傻瓜 实在是得不偿失 君不见 狗见人 既狂吠不止 却没有人对着狗 汪汪叫 林肯就曾说过 与其跟狗争辩 被他咬一口 倒不如让他先走 否则就算宰了他 也治不好你被咬得伤疤 自己的生活已经足够繁无宣杂 实在不必浪费精力在无所谓的人身上 还是远远走开为妙 不和爱人讲道理 因为你伤感情 人这一辈子陪自己最久的 除了自己 就是那个一起走过沟壳闲滩 经历一地鸡毛 每天锅碗瓢盆的人 我们称之为爱人 之所以在人前加个爱字 自然是要用来说话的 只不过我们常常犯的一个愚蠢的错误就是 在外面宽容有理 回到家 却偏要争一个是非对错 殊不知 在家里讲道理 跟爱人争对错 输是输 赢也是输 杨将就曾经问钱仲书 为什么每次吵架 你都让着我 钱仲书回答 因为你是我的 就算吵赢了 又能怎样 赢了道理 输了感情 丢了你 我就输了人生的全部 邻居小美是个温柔浪漫的姑娘 眼下正在筹备婚礼 婚期就定在国庆节 本应该是光彩照人的准新娘 她却并不开心 原来小美的老公是个理工男 逻辑思维非常严谨 二人的任何分歧 老公都引经据点 摆出一大堆的道理 希望说服小美 新房的装修 小美想要铺木地板 可是老公觉得木地板不实用 搞卫生保养都很麻烦 不如地砖试毁 然后喋喋不休地讲道理 从板材属性 讲到地暖构造 小美想去中心广场顶层吃西餐 欣赏雨景 老公却隶暑雨天 出行有多危险 要经过几个地道桥 积水会有多深 无比郁闷的小美 只不过是希望老公 能哄哄他 夫妻之间没有那么多大是大非 也不必非要说服对方 证明自己的正确 学会迁就对方 才会收获更多 家不是法庭 爱人也不是对方律师 拥抱能解决的问题 就别用口舌 感情能解决的问题 就别用理性 能够护有一个家庭 风雨前行 繁茂兴盛的 能够支撑亲密爱人 修气与共 白手不分离的 一定是温暖的包容 而不是冰凉的道理 余生 不要让自己成为那个 永远正确的孤家寡人 不和自己较劲 因为没意义 网上有个问题 执念太深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其中一个回答是 心中藏着一把火 这种日子不好过 生活中的很多烦恼 都源于不肯放过自己 没完没了地 跟自己较劲 很多时候 跟自己较劲 是对自己的期待值太高 执拗地认为 自己可以做得更好 不能接受 无能为力的自己 所以在自己的心中 划地为牢 作茧自负 吴欣曾经在一档节目中坦言 这三年 其实过得很辛苦 我一直在跟自己较劲 觉得很多事情 我可以做到 人生不如一时之八九 别太较真 别太苛求 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接受生活的不完美 认识自己 接纳自己 放过自己 自然会有不一样的 海阔天空 书法大师张文菊 年轻的时候 梦想成为一名作家 为此他每天 练习写作 逼更不坠 然后将稿子 寄给不同的出版社 虽然他很努力 但是稿子 却从未被录用 终于有一天 他收到了编辑的回信 欣喜若狂的他 赶紧打开了信 只不过 编辑并不是告诉他 稿子被录用了 而是告诉他 钢笔字写得很不错 张文菊恍然大悟 也许自己 真的不适合做作家 于是果断放弃写作 开始练习书法 终于成了著名的书法家 李美景教授说过 生活其实不难 只是 不要自己与自己较劲 总是用理想的我 教训现实的我 过日子是细水长流的安然 不是剑拔怒张的对质 心若计较 天昏地暗 心若放开 自然风轻云淡 很庆幸张文菊 没有盲目较真 虽是少了一位作家 却多了一位书法大家 人生处处是风景 如果感觉山穷水尽 那就换个地方 掉个头 也许就是柳暗花明 人这一生 别活得太较劲 日子过得幸福与否 并不是在于 你拥有多少财富 而是在于 你的心有多自在从容 钱仲书在书里 写过这样一段话 洗一个澡 看一朵花 吃一顿饭 假使你觉得快活 并非全是因为 早洗得干净 花开得好 或者菜 合你口味 主要是因为 你心上没有挂碍 人这一生 别活得太认真 放下执念 心无挂碍 不被俗事喧嚣打扰 不被红尘名利牵绊 不和小人生气 神清气爽 不和爱人讲理 家和情浓 不和自己较劲 万般自在 如曾国藩所说 未来不赢 当时不杂 过往不恋 余生心外无物 闲看花开 去留无意 静待花落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 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